观光局华东纵管处以旧铁道建置玉里自行车道 其中终点站复理箱东里铁马驿站周边住户 在111年完成拆迁后 为了提升驿站整体的景观以及服务品质 纵管处也展开新一年着手的整治规划 除了0918强震 震后灾损修复 今年首先整建停车场以及周边的环境 展现成新的风貌 东里铁马驿站前方右侧 早已拆迁完毕的原住户房屋建筑只剩水泥地板 东里驿站视野顿时豁然开朗了起来 主管机关观光局华东纵管处在新的一年 也着手展开整治规划作业 所以在东里这块南的一个很完整的基地 因为之前也有一些住户我们都已经协商 所以有一些建筑物我们在去年底都已经把它拆掉了 那今年我们会先把它周边做一个整理让它能够停车 那目前因为它原来是一个特定地 那我们现在透过这个都市计划 推渡的部分已经变更成一个特定用地 那未来那边我们会把它做一个能够跳放稻田 包括我们以前做的稻田才会把它做一个很具代表性特色的一个驿站 那里面除了脚踏车外我们也有一些赏景 包括有些露营活动都会可以在这里一面 那今年已经拆了 明年我们也会做一个环境整理 复理乡东里铁马驿站的前身为东里火车站 因铁道结完取之后退役 观光局华东纵管处接管后 将就由铁道建制成预付自行车道 推动铁马自行车观光油气路线 不仅受到铁马族的欢迎 更是在地民众休闲慢跑的好去处 也因此观光局华东纵管处也积极推动整治规划 以提升驿站整体景观与服务品质 我们会用新的风貌 可是还是会不会失去原来的这个想象 那因为原来的地平 我们也曾经在那边坐过这个一个伸展台 那因为其实地平还是有一些比较不好走 所以后续我们整体来看 让它这个月台能够有更好的使用 也会呈现它原来的历史的这个风格 除了0918强镇正损的修复 今年观光局华东纵管处 也将首先整建停车场及周边环境的整顿 整体景观整治改善的部分 处长郭振林表示 预计将花费两年的时间逐步来推动完成 届时东里铁马驿站将脱胎换骨 呈现崭新风貌 记得是越南复理采访报道